的確看到美選結果出來之後 而且不僅川普勝選之外 這共和黨完全執政 美股持續上漲 而台股部分 今天早台還一度漲 將近300點 但是尾牌很奇怪 這漲幅開始收斂 可能是因為受到週五的關係 台積電部分 可以說是今天他一個人的武林 而且是收在1090元這高度 那麼他也同時公布 他10月的營收是3142億元 也再度創下的新高 而外界對於說這台積電 接下來會不會擔心說 這個川普對於台積電的做法 可能會衝擊國內的半導體呢 台積電其實也有回應說 對 美國的投資目前 都不會再做改變 好 現在看起來 這樣其他類股好像在今天 沒有什麼樣突出的表現 其實可以看看 其實是不是年底 有所謂的搶紅包行情 因為很多專家認為 其實美選並不是影響 台股的因素 而是指現在不確定因素消失了 整個盤是回歸基本面 那麼年底又會有做賬行情嘛 但是儘管如此還是要留意 現在外界可能對於說 啟動這個漲停的訊號 但是風險還是有的 包括如果現在您看到 這市場情緒相當高的話 那還要去追高嗎 第二個就是 之前不斷談到的 川普的關稅壁壘 會不會造成這中美貿易戰再起 也許此刻可以開始留意 包括塑化 軍工生計等等 相關的轉單效應 還有就是美國通膨 會不會因為川普當選 再次起來呢 而且降息一馬之後 你也可以看到 本來外界覺得 最近不太看好的黃金 或是債券 紛紛又開始回檔了嘛 那麼投資理財的話 我們看到下一張 有些人可能覺得 這樣子進進出出 包括佈局在可能台積電概念股 AI伺服器 還有比特幣相關 認為可以賺到一波 但是這個盤勢常常會讓人家 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進場的時候 馬上就被割韭菜馬 小型市民該怎麼辦呢 也許你不用這樣子 進進出出去台股那邊操作 或許你逢低 或者是以此刻來講 安穩的佈局基金ETF 會不會也有賺投呢 因為你看到2000年以後 沒選後台股的表現 如果我把時間拉長來看 2000年你看到 後20日試案是跌的 但是後8個月卻是漲蠻多的 而這幾屆看起來 也可以看到有漲有跌 但是平均下來 包括後20日 還有後8個月都是正的 也就是說 如果您不要像其他投資人這樣子 進進出出盤式 而是直接投資在比較避險的一些基金 或是ETF的話 也許會像過去歷史一樣 有賺投嗎 值得關注 另外也提供大家 其他的投資標的有哪些呢 下一張則是讓您看到 其實之前外媒這盤點 包括五大贏家 五大輸家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首先要關注 特斯拉已經連漲獎兩天了 而且甚至現在 川普可能會鬆綁有關自駕法令 所以特斯拉現在就有美國銀行說 會上看350美元 但是還是要留意當中 會不會有受到其他市場衝擊的 攸關的風險存在呢 另外這五大輸家 儘管被點名包括中國股票 還有這美國公債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由於受到中國大陸的一些 舊式的消息激勵 這幾天其實中國股票 還漲得蠻多的 所以說接下來就要看 這川普再度入主白宮之後 這些標的還能不能漲 以上是這集的財經推播 再把時間還給趙和